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三大老模之一的《攻下损医》 自毛利小五郎的盛大演讲后 出走三年的回归作 海外插封版1119集 《鱼和恶性循环》 虽然说大和乌小现在的频率 已经稳坐和善泽阎南的奋庭抗礼之位 但要说到老母二字 我还是倾向听名善泽阎南和《攻下损医》 不他自古内一城去世后 这两位应该是维尔在《明科》里持续创作20年的原创编剧了 尤其是《攻下损医》前辈 自18集百国公司劫持事件就加入《明科》 其作品几乎构成了咱童年的一部分 到现在1119集竟然还是他写 不说质量如何 情怀是拉满的 这天吴小芝在河边捡球时 见到了一辆车 原来由于现在废弃车辆的处理费用越来越高 便出现了这种非法丢弃现象 长知识了 还以为车这个东西只有买不起 原来还有丢不起 而这样的随意处置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不会是《攻下损医》一开场就真变实弊 相信又是个纯正的社会派推理 如果说普则试图是以微笑之香 甜品公司 冰淇淋宅底 小吉见别师等行业军事来丰富剧情 那《攻下损医》和《善则言难》 便是以发人生性的社会现实 环境动机来润色推理 我们柯南的编剧就是这么有野心 几人继续踢球 柯南会员却发现 不远处坐着一个妹子 定睛一看 原来不是妹子 而是个38岁的小姐姐 我们叫她眼镜姐 直见这眼镜姐严肃着表情 手里拿着一个录音机 嘴里还念念有词 难道是在伪造不在场证明 柯南留了个心 很快眼镜姐录完了音 又在原地躲起了布 看起来有什么心事 幸好这时 三小只创建了沟通的奇迹 直见光燕一脚把球 踢到了眼镜姐手里 拦截失败的袁太 立刻先发指人 多怪你啊 欧巴桑 这都是柯南惯出来的 上次有个画家在这被袁太踢了 袁太没事 画家却偷偷死了 眼镜姐回忆教育 你给我小心一点 接着又自言自语 真是的 这样可不行啊 我这个人啊 有一个坏毛病 动不动就会生气 接着竟然对袁太拘了一躬 说我对不起你 这让袁太斗生良心 我也对不起 原来袁太吃软不吃硬 到完间 眼镜姐就一改阴郁神色 玩起了足球 原来她也曾是足球社成员 说着便和侦探队玩做了一团 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 很快逐渐恶劣的天气 让众人踢球不能 眼看马上就要下雨 眼镜姐却表示 她留在这等人 众人就这样辞扁 事业一场漂泊大雨 侵袭了米花 有道是夜晚故事多 雨夜就更多 只见了辆非法丢弃的汽车里 出现了一个熟人 自日一早 飞汽车辆发现遗体的事 就上了新闻 柯南赶到时 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 经真正队确认 死者正是和他们踢球的眼镜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看到支弹队踢球一定要走远 被踢到你就认命了 显然这种事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 此刻比柯南还淡定 谈论的声音被高墓听了个正着 这让他面露窃喜 开始沐浴 支弹队告诉高墓 昨天他们在三点左右 开始和眼镜姐踢球 一个小时后 就因为天气变差而各回各家 之后不到半小时 就下起了大雨 衣裳 交代吧 便到了柯南老大发话 请说出他的死亡时间 柯南表示 今年迟到了 比支弹队来的还晚 错过了亲子掩饰 这却让场面有点尴尬 是小五郎是不是啦 他看到新闻后 派我来问的 借口还是那么重听 高墓倒来了相信 死者名叫眼镜姐 是附近一家设计公司的负责人 死亡时间初步推测 是昨晚的零点到两点 死者全身都有伤痕 又加上一晚上的雨水清洗 一时间难以确定 哪个是致命伤 侯散一小姐姐 不过是挨了支弹队一提 他都道歉了 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没丢 令人在意的是 他的手心紧捏着一个皱蚊蚊 高墓亮出了一个平板 上面是一个耳环 耳环只有一只 然而据吴小智回忆 踢球时 眼镜姐并没有戴着这种耳环 难道是凶手的 吴小智果然上到 已经快见到凶杀 然而高墓表示 耳环上只有眼镜姐的指纹 意识还不好说 柯南想起的那个录音机 会员更是直接搜出了样式 是这样的 会员怎么还挂着笔护 你的偶像声音塌房了 然而现场并没有搜到这个录音机 千叶深然感到 表示昨晚也没有目击证人 都是命啊 隔壁的学长 半夜两点在荒郊别墅放火 都有目击证人 堂堂大都市米花 居然能在半夜两点左右 就比过所有耳目 这让千叶和高墓下了结论 好逻辑 因为没有目击证人 所以是意外 明明人家有一身外伤 尸体还放在诡异的地方 毛利大叔一介草民 也就敢芒芽意外 你们堂堂骗警 竟然扭曲黑白 柯南很给面子 恐伤小弟自尊 他表示 根据毛利的指示 最好还是从意外和他杀 这两个方面调查 你这么说 他们可能还是压意外 说的有道理 不愧是毛利先生 高墓老弟拍的一手好马屁 明明侦探队刚刚也猜到了是凶杀 还有所根据 果然同样的话 还得是成功人士说呀 两人历史展开努力 以不负大侦探的知识 这时 柯南瞟见一个男人站在远处 他看起来十本普通 就要他扑书 但他身后的爱车 却一声暗地 极其可疑 原来这是一个供职于猎豹素地的大叔 看到自己被柯南注意 扑书立刻驾车逃之 看来猎豹素地 这次又难脱干系 由于已经是老叔快递 五小时很快找到了大本营 一来就发现 那位普叔正在挨训 你到底要学多久啊 我予以雇佣你这种坐过牢的人 你应该感恩才对 原来普叔是个有钱科的书 有钱科的书配有钱科的快递 很合适 有何必其事 这么挑剔 像米花顾不到人的 废物 你 看来顾不到人还只是个小问题 这时 钢木和千叶突然出现 原来知道柯南那句毛利言辞的鼓励 他们一个奴隶就查到了普叔治理 众人全部来到了警署 钢木到来了原因 原来他们在引进姐的引进上 招了一枚指纹 由于是有钱科有记录的指纹 他们查得相当顺利 那就是普叔的指纹 钢木解释 一年前 普叔吵架时 把一个人打成了重伤 上个月才出狱 重伤才一年 不会是米花 你出狱了 被打的人估计还没出院 三小只立刻锁定了普叔 但钢木全面露为难 原来在眼镜姐死亡时间推测的零点到两点内 普叔竟然一直在送货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 一边工作一边运势 猎豹速率的人又不是没干过 反正都是派送 幸好这时 青叶传来新消息 在调查眼镜姐的公司时 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发现 您好 我是青叶警官 青叶终于亮出了完整的警官证 和完整的姓名 这个名字真的来之不易 我没记错的话 比他本人版出场的700多集 可能是到902集才正式喊出来 此前一直叫青叶警官 但又如何呢 现在他还是叫青叶警官 青叶发现死者使用的耳环 竟然就是死者生前的下属 下属妹的 画面一转 下属妹也被抓到了警局 你公司的人都说那耳环是你带的那种 请给我一个解释 看错了吗 张扬的底气震到了柯南 果然下属妹也有不在场证明 在眼镜姐死亡时间段 她正在和别人一起布置店铺 好短的梅花人 半夜两点没一个闲着 送货的送货 搞店铺的搞店铺 第二天的班还照上博物 这样看 木警官有什么资格受辛苦 也就是说 高木千叶各择一嫌疑人 但嫌疑人又各择一不在场证明 于是柯南毛髓自荐 表示就让他们帮忙一探真伪 老大出马 至谁收谁 画面一转 众人开始了走法 首先是朴叔的贡子 根据快递站点提供的信息 朴叔昨晚从12点25分开始 到下半夜两点 都在装火卸货运货 但他抵达每个站点的时间 都比平时晚了30分钟 在一段走访 众人发现 这30分钟是耽误在了 从北米花中心 到西米花配送中心的路上 而这条路正好就在 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 看来路上发生了什么 高木提了个罕见的方向 我们去查下路上的监控 千叶则去附近的警署大厅 高木这边 众人很快发现 路上果然没监控 当然没有 预防的是生死 侵犯的可是隐私 幸好这时 千叶这边查到了一个消息 经过打听 昨晚11点半左右 这条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虽然普通 柯南却找到了突破口 老科长轻易去查一下 那两辆事故车的行车记录仪 老科真是好命 不是每个案件都能遇到事故的 这时更好命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一个婆婆牵着一只狗狗走过 而狗的身上 竟然就粘着那只耳环 八百米开外 不美一眼瞅着 众人立刻上来询问 婆婆表示 这是她在河边的凳子上捡到的 她特地挂在狗身上 像这也许能被施主注意到 所以说耳环丢了被要着急 可以在身边的狗狗身上碰碰运气 看到这我怀疑公下前辈 不是出走了三年 而是花了三年才憋出这么一击 根据这个信息 柯南展开想象 突然想明白了一个可能 画面一转 众人骑去案发现场 幕警官文讯赶到 都挺热乎的推理 这点是不要老板幕警官了吧 刚幕和先夜亮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是昨晚出事故车辆的行车进路仪 只见停在路边的事故车 无意中拍下了朴叔的配送画面 而副驾驶也仍坐着眼镜姐 接着另一辆事故车 各排到了朴叔返程 而副驾驶还坐着眼镜姐 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 朴叔在着眼镜姐来来续续 往往翻翻 还真是监控破案了 请解释一下好吗 朴叔 朴叔终于崩溃 都怪昨晚的雨 画面回到昨晚 冒雨送货的朴叔 不慎撞到了眼镜姐 然而眼镜姐很快就爬了起来 然后静止坐进了副驾驶 去医院 开车 朴叔大吃一惊 想着自己有前科 送医院却是总比去警局好 朴叔抱着这样的侥幸 却听到眼镜姐 突然喃喃赠语 这样可不行啊 错了之后就要好好改正 每一个字都让朴叔十分心虚 我以为他认识我 我才刚刚出狱 我想要珍惜这份工作 好好生活 可是他却说出了 我被以前的朋友危险 然后偷偷偷快递站之前东西的事 我不能原谅他 人家只是自言自语一下 这故事告诉我们 晚上在梅花遇到一个生人 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你说一个准 朴叔表示 正当他心虚时 眼镜姐也突然叫他折回去 说是要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朴叔只好又开了回去 一到原地 眼镜姐就要下车 朴叔想要阻止 所以一把抓住了他 被眼镜 这当然没有阻止成 眼镜姐跌跌撞撞 一把拿回眼镜 又做回了癌状的地方 好旺盛的生命力 没错 也许他可以自己去医院 这么想着 朴叔便溜直大吉 没有报警 接着便是下属妹的故事 高木拿出了两只耳环 并表示后面找到了两只 已经叶出了下属妹的指纹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证明 没指纹的那个 可有指纹的那个 是一对呢 下属妹承认了罪行 她否认了我的策划 因为她就是这样 嫉妒我的才华 不不我能原谅她 故事回到昨天傍晚 踢完球的眼镜姐 终于等到了对方 原来是下属妹 前来提交设计 看着下属妹平板上的设计 眼镜姐却板起了脸 点评锐利 废物 差劲不清 这话在别的地方 可以说是无理 但在米花 就是求死三连 果然下属妹很生气 就开始拉扯 最后轻易级败坏 只听一声叭唧 眼镜姐中了一平板 光荡倒地 米花的平板 凶器极力的硬度是标病 她可以空间16级 但不能打人不给力 否则卖不出去 下属妹一走了之 却不知自己掉了耳环 或者耳环掉一只已经很不容易 掉一对 堪称自首行为 高木解释 下属妹走后 眼镜姐坚强不去的爬了起来 并且想去医院看看 结果却撞上了朴叔的宅配车 但她还是当成了滴滴 下属妹觉得自己情有可原 谁叫她说话难听 动不动就嘴欠三连 听言 柯南却表示 这都是误会啊 原来 眼镜姐踢球时对袁太说的话 以及在车上对朴叔说的话 都不是数落 而是在自责 证据就是眼镜姐的录音镜 亲爱解释 他们从眼镜姐同时那得知 眼镜姐有做录音日记的习惯 口说无品 最重要的还是请出录音机 柯南小做猜测 既然下属妹的耳环在眼镜姐手里 那眼镜姐的录音机 会不会在下属妹的包里呢 真的耶 画面回到昨天 两人在交手间 竟同时完成了一场冗议 真不愧是柯南啊 看来空下离开这三年 苦则是图的走红 让她压力很大 影响很深 高木放出了录音 下属妹又干了那件事 但是我愿意一直相信她 是吗 其实她都知道了 原来下属妹抄袭了网上的设计 所以眼镜姐才那么生气 但眼镜姐一直给她机会 希望她自己反省 故事再次回到昨晚 眼镜姐下车后又继续找车 没错 她根本不知道破书偷东西的事 由于已经一时模糊 眼镜姐坐进了那辆废弃车 可能是为了避雨 也可能是当成了滴滴 总之 她就这样沉沉睡去 一睡不醒 一个人的逃避 和一个人的心虚 就这样葬送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看了这个案子 不得不说 一小习惯写社会派推理的公下前辈 这次真是空前的社会 下属的抄袭偷工是导火索 上司的不会说话 点燃一线 出于人员再就业的无奈 延续悲剧 最后非法丢弃的汽车 彻底断送眼镜姐的生机 一言一笔之 每个人都有罪 犯者不同的罪 这么丰富的元素 还要什么推理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